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说的那道菜叫做香辣蟹 里面的调料放有土豆 好 进一步我们先烧油 把油先烧起来 开火 火开起来 然后把油烧出来 把油烧到八九成热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炸这个蟹 炸蟹 蟹放进去 蟹基本上已经熟熟 然后我们下小料 这个是土豆 土豆已经熟了 然后我们放辣椒 辣椒炸一下就可以 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出锅 现在我们需要再淋一点油 不要多 我们把准备的调料 比如这是火锅底料 这个是辣椒酱 这个是姜和大蒜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锅里融化 然后把我们炸好的蟹放进锅里 然后煸炒 这个是铭子 这是调味料 葱 然后芝麻 然后我们可以开火 然后边炒 这个油 要多炒一点就可以 现在我们就可以装盘 我做的香辣蟹 现在已经做好 大家品尝 大家好 我刚才做的那一道菜 叫铁观音厂 叫煮料油虾 这是一个四川的铁观音虾 第一步我们先把虾用油炸一下 现在第一步开锅 差不多有五六层的油温 就可以下虾了 一个一个的把它下下去 虾并行后 差不多就可以再开一点了 就这么大 这时候可以把虾捞起来 这个虾已经炸好了 第二步把这个餐饮炸一下 下入洋葱 青红椒 小火快炒一下 第四步就可以把这个 炸耳的下火茶叶倒进去 进行味精 然后十三香 这也可以一次把芝麻倒进去 葱花 然后继续翻炒 加入香油 铁观一下就算 做好了 洗锅 洗锅 一拦盖在上面 洗锅 铁观一下就算 这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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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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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有点